詞曲 李宗盛 欠錢這個事情呢 其實已經耳聞一盒很久了 那就我所思 就是SHOTEL的聲音一直不是很好 我也透過了一些關係 問到了那邊的所有權的地主 那事實上面確實是有積欠的狀況 那也像SMR說的 他常常會收到一些就是追逐的一個 婚姻的出軌來講的話 在我這邊方面來講 因為事實上面是 他們還沒有爆發離婚消息的時候 確實在北京的國仔 最近收到這樣的消息 我這邊已經收到很多很多 王曉飛也是可以實錘 可以說是實錘的照片 就外面牽手啊 親吻啊 也就是之前大家所看到的一些 不光的照片 最久的大概有兩年 就離婚前的兩年 最久 是不同一個女孩子 中間我說我這邊所收到的爆料 大概就有十幾多個人 有些親密動作的話 我最後就丟出來三張嘛 他跟張穎在一起 已經大概一年多快兩年了 這是確定的事情 張穎在跟王曉飛在一起的時候 張穎 張穎曾經 很生氣 王曉飛在外面 有女孩子被他抓到 我跟媒體也一起知道的 沒有說過交集 我跟王曉飛在今年初 他邀請我去北京一趟 那我們確實有聊這件事情 他一直告訴我2011吧 後來我只跟他講說 你要把圖證據給我 你問我沒看到這些東西 這是你講的啊 他說等著吧 對啊 到時候證據我再給你 他就死不給我 對啊 死不給我就算了 那重點是 他曾經出來講過的話 他常常也最後就是 可能氣消了 就不認了 他見我那一面呢 我說真的 我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跟我講說 我幫你買一張機票 你就直接過來 我有事情 跟你請教一下 昨天那張機票是 王曉飛你平常當經濟艙嗎 麻煩人家幫你做事情 你高買個經濟艙就算了 而且還特別小的位置 我的媽呀 行李還有限 你對我真好啊 飛過去的當天晚上 我就請教王曉飛 曉飛哥 我已經找了美女 那我就要聽到 王曉飛也忍不房的 也不必的 別叫寶貝 我覺得OK啦 對OK啦 就祝福吧 對啊